吉安香公所和吉安香农会 12号的上午在浩克艺术村 举办了吉安幸福音乐会 即农会农业推广教育成果展 今年是以《遇见幸福,遇霸不能》为主题 邀请到吉安香内各校社团 带来精彩的表演 还有超过30摊的特色美食 将音乐结合在地的文化 行销出吉安的农产品 吉安香公所与吉安香农会 洗手办理的第二届《遇见幸福,遇霸不能》系列活动 12号首日在吉安浩克艺术村热烈展开 广场中除了热闹非凡的吉安幸福音乐会 同时也展示农业推广教育成果与众多美食 信尚千位民众前来共襄盛举 来这个吉安这边体验的还不错 那个冰淇淋米香很好吃 冰淇淋米香不错 很特别 很特别 哪里很特别 那个饼有芋头 我们结合了农会的这样的一个特产 跟我们家政班姐妹的手工艺 变换了三十余种 甚至于呢 我们今天有百种的美食 在浩克艺术村一起呈现 也让我们努力认真在学习的孩子们 能打他们的多元才艺 搬上舞台 我们看到了幸福有感 我们看到了温馨跟亲子的 共同的这样的一个美好 在我们的园区呈现 广场周边则有吉安香农会 与二十个家政班及事件会 展示农业推广教育成果 用心将吉安四宝入菜 变换超过三十道芋头风味料理 呈现近百种创意美食 因为毕竟就是芋头姐嘛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主题 就设定给我们家政姐妹 所有的创意料理里面 一定要把我们吉安的芋头带下来 因为我们吉安的芋头 我们的纬度跟大甲相似 我们种出来的品质 不会输给大甲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吉安的芋头可以行销到全台湾去 所以也藉由这个机会 请我们的家政姐妹 所有的创意料理 都一定要跟芋头相关 县长徐正伟对于工部门 可以横向连结举办活动 也给予高度肯定 谢谢农会 为我们花莲的农业 农友的支持 更谢谢家政班 所有的家政的班员 能够将我们所生产在地的 我们的农业 我们的产物能够有更多的创意 而且让我们呈现在产地和餐桌上 是非常非常棒 而且非常多的美味佳肴 精彩表演轮番上阵 不少民众也都拿出手机 记录下这难得的画面 吉安乡长游淑珍 也希望可以透过活动推广 缔造农民收益 结合教育 打造专属孩子的才艺舞台 用幸福的温度 牵起吉安圆满的大未来 吉安农产美食 勇不赞 记者 许丽琴 吉安乡报导